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五十年代的中国的危机论是深受苏联的影响 那么其实呢关于人道主义和人心论呢 它的体称很多的也来自苏联 其实苏联它也有过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苏联那个时候 它是因为对马克思1843年首导的重新的发掘 在五十年代它就有过几次的这个怀疑了 其实苏联它是受了 是否也是用了道主义重新去解释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这么一个 呃 文艺理论界的有这么一种倾向 那么也影响到中国 但是中国是直接谈的这个人道主义 没有更多的去回到去重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 那么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我们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等于思量文革后 我们就重新对于马克思人家首稿 做出一种解释 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做出解释 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来讨论 那么其下四个问题是对苏联文艺理论的一个呼应 这个大家这个要 来读一下 来读去脉 我都会更加详细的贴到我的博物上去 那么这里呢 大家注意几篇文章 这件事情有代表性的论文以后 陈勇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 其实他就分成两个派别 大家注意 他直接要反对的是关于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批评 那么这个公式化和概念化在五十年代 它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为了反对这么一个公式化概念化 所以他就提出这个形象思维 就是说艺术有艺术的思维 有艺术的逻辑 那么这个里面详细的去分析它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形象思维 有没有一种艺术的思维 你发现那个时候 他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有的他也会从前苏联和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依据 没有的也会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依据 但是非常奇怪的一点 就是在五十年代关于形象思维 大部分人是肯定有形象思维的 那极少的他否论有形象思维 当时肯定的 包括像陈勇应该是著名的左派 大家如果了解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 大家知道达到华盛年代 陈勇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左派 这个 在那个时候当时他对形象思维 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啊 持一种肯定的牌子 江共阳论文艺术的特征是 关于形象思维的很坚定的肯定论者 那么霍松林的论形象思维是肯定形象思维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篇论文 李泽后的事论形象思维 当然这些时间已经超出1956年了 那么当然肯定和否定的他们都有不同的方式 这个不同的方式在于就是说 毛星对形象思维的态度呢 他是要用哲学论史论的他来包含形象思维 所以他会将形象思维看成理性思维中一个环节 他不论为有一个独立于理性思维之外的形象思维 这个不是太重要 大家稍微调解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呢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看一下是李泽后的这个文章 李泽后的文章他直接对毛星的文章 持一个批判的态度 那么李泽后呢 他是强调的一种形象思维的独特的一种国际 那么大家 我后面谈到美学 少常会谈到李泽后的观点 那么李泽后给予形象思维 以比较清晰的理论的定位 他能够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一样 都是论识的一种神话 所以李泽后把形象化与本质化的同一起来理解 使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并不对相反 有一种互为推进的关系 那么李泽后的观点还隐含着 这个形象思维的论识 实际上呢并不低于逻辑思维 甚至要艺术家的创造 要高于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做不到 形象思维有可能做到 其实大家今天来看待 形象思维问题的可能有更大的理论的视野 更大的知识的视野 所以大家会注意到 在康德的哲学中 三大批判 那么 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大家会发现 判断力批判中 在康德的批判当中的 这个审美判断是最高的判断 是吧 审美是最高的判断 那么这个逻辑呢 其实在德国的古典哲学 以及我们放大的为德国的浪漫泰本 这种哲学中的 审美是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的 这个一直影响到什么 其实尼采 是吧 在尼采那里 审美 它是要高于这样一个理性的 尼采的观念影响了 赫德格 在赫德格的判断当中 审美的判断 要高于理性 那么 赫德格后来认为 最高的境界是赫尔德林的诗 赫尔德林的诗呢 达到天地人神的四重讨议 在他那里宗教与艺术 是吧 神 就是天地人神 四位一体 这什么 这就是诗 诗是最高的境界 有诗才有诗 那么 所以在 赫德格那里 审美的判断是一个最高的 那么这是德国 哲学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其实也是浪漫 派运动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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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 他没有这么一个 大的知识背景 这里我给大家 可以提示一下 所以后来有这个 巴塔耶和德里达 是吧 他们的 这么一种 发扬了 你踩的 这么一种 论识 世界的方式 所以 包括哈梅瓦斯呢 他虽然强调理性 但是他也 会意识到 你踩的这种 论识 他有多么的强大 是吧 我觉得那句 对我来说是一个 经典性的 理解整个现代思想的 一把钥匙 就是我的那个 德里达的底线中 引着的一句话 就是哈梅瓦斯 说尼采 是吧 尼采写的 1870年写的 悲剧的大声 这部现代性的 慈目之作 是后现代的 开山之作 就是说 1870年对于 现在来说 已经是迟目了 是吧 但是是 后现代的 开山之作 但是非常要命 这个编辑把我 那个 呃 有一个字来改造 把那个 呃 现代 变成后现代 那么和后面的后现代 就没有形成一个 一个对立 这个我以后都要较定 因为我 后来这个 去对我的原稿 原稿是没有 那个 后字 是现代性的 慈目之作 如何是后现代的 开山之作 我这句话是启示性的 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后现代 开山之作 就是你采造 九生第二 你出私精神了 狂坠不饮啊 是吧 狂坠不饮 狂坠不饮 当然这个词 不是一个什么好词 为什么不是一个好词呢 是有一个叫做 这个诗人叫做黄祥 这个当年在 王府井贴诗歌包 那么后来跑到美国 所以反革命罪 曾经被关了 十几年 哇 原来写诗啊 那个时候 我的诗人都是潜在的反革命 所以后来被关下来 跑到美国去 那么他有一本书 叫做狂坠不饮的诗审 这个是在美国出版的 但是我觉得那四个字呢 倒是对我刺激蛮大 我觉得对尼采的九生精神呢 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干口 我们不要因人肺炎 是吧 虽然说他这个政治思想 论识方面有些错误 但是说一个诗人 还有一些话 有一些 对这样一个诗的一种理解 有他的独到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这个 可以去借鉴 可以去借鉴 就批判性的借鉴 是吧 所以狂坠不饮 我觉得这个是 也写出了这尼采的 以来的这样一个 一种勇动的一种 一种渴望 就是要用审美去论识这个世界 要用审美去表达这个世界 要用审美去涵盖这个世界 所以我也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在我们今天 确实是一个文学普贩化的时代 文学幽灵化的时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我的一本书 叫做不死的春文学 是吧 大家有没有读过我的一本书 我说不死 又说不死 我说文学幽灵化 他跟人幽灵无所不在 是吧 就审美普贩化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审美的时代 所以我们终于赢了这个时代 那么赢了这个时代之后呢 我们又非常地恐慌 是吧 我们现在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审美当中 大家现在看看 你们一打开手机 是吧 那么就听到彩银声 唱着你爱我一万年 是吧 爱你一万年 最浪漫的是 就是握着你的手 慢慢到我 这个 你坐在摇椅里面 是不是 因为我闹了一个笑话 我呢到 上个礼拜为止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彩银 我一直很奇怪 说为什么 人家的电话打过去 会很好听的音乐 那么我的电话打过来 他就能嘟嘟嘟的声音 我说这是为什么 我后来 去问那个1008点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叫做彩银 我说这叫彩银 哎呀 我说这叫彩银 他说彩银可以开通吗 哎呀 我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我以为是 我说我换了好多个手机 结果都没有 我说打了个公平声音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彩银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这么多 哎呀 我觉得我去的是很多 我说那我得下载一个 下载一个 我问他怎么办 他告诉我 我怎么开通了 怎么七个八个 哎呀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公平 结果呢 他就告诉我去一个网站点 点的微打还用 确实有 比如说拍航板 我就一点 就点一个 一点怎么 哎呦 我就点的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是爱你一万件 结果最近呢 人家打电话说 我这个 你打的就是 最浪漫的是 就是我拉了你的手 和你坐在摇椅上的往去 我这个好几个陪伦都觉得我这个人发病了 是吧 怎么会这样 是吧 我因为觉得呢 我也很苦 就是说 我就觉得 人家打电话过来 打电话过来 这个 如果我是嘟嘟嘟的声音 我觉得对不起 对吧 我觉得没有审美 是吧 因为这是科技 只是纯粹的科技 只是工具 通讯 那么只有放出音乐来 是吧 我因为一打电话 这个 就听到会方的 那个就开始唱歌 第一关 第一关 什么乱七八糟 对吧 包括我们系的这个 这个安委书记 蒋朗朗 是吧 我一个人打电话 也不是很浪漫的 各 各 我觉得打都这样了 这个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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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结果一搞 这个是 一万年 这个爱你一万年 这个是 什么什么 摇椅里面 慢慢往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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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苦 因为这个 我不能跟所有的人都拉着手在腰壁里面慢慢的老实 好了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就觉得有一种恐慌 就是你如果说没有进入一个审美的境界 你就不是生活在当下 不是生活在当代 是吧 你必须把 在任何一个时刻 你希望 你都是生活在一个审美的意境里面 那么 那么我 我忽里糊涂地过了这么多年 那么直到上个礼拜才生活在审美的境界里面 所以大家会知道 就是说我 我这么说呢 当然有一点夸张 当然有一点夸张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 不管是接触了这个广告也好 突天盖地的广告 是吧 打开电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呃 逢年过节 我们的祝福 是吧 都是文学性非常强的语言 是吧 因为那个 大家都知道 那些语言都是 今夜 月明星期 是吧 你我这个相思无限 等等 因为都是困好的段子 你翻过去 也没有关系 对吧 都很漏把 都很充满了爱意 充满了这种感情的交流 那么思真 思假 所以你发现就是 现在这种文学语言呢 它随着这种通讯的这种发法和传播呢 它是普遍化 是吧 那么我们那种语言也都越来越 越来越这种丰富 越来越有羞扯性 很多年大家会发现 我们看电视 看电影 和我们日常生活差距非常大 是吧 你看西方的电影和电视 你觉得 哎呀 他们很真实 他们说什么那种浪漫的话 什么送一只玫瑰啊 然后这个 说了一句 这个 哎 你好 这个 早上好 下午好 这个 我爱你吧 你爱我啊 我们都觉得很似的 那么在中国呢 你觉得这是一种奇怪 是吧 中国非常奇怪 中国人问你吃了吗 是吧 那个袜子 你穿了没有 这围巾你戴上了没有 他是说这种 这种 它和电影的语言 就是艺术的语言 和它日常的语言 它参与会非常大 但是今天我们看了我们的电影和电视 好像前段你们什么这个又在看那个什么刘星 雷正义是吧 雷正义是吧 雷正义是 因为我儿子也在看 我有个看的一眼 我觉得那些语言都非常非常夸张 但是你们现在觉得非常的自华 非常的自华 它叫雷星 或者雷倒 雷倒 但是觉得至少来说呢 你们觉得这种语言和你们已经非常接近了 可以接受了 我们或许要在电影里面看到这种语言 我们会真的会起鸡皮疙瘩啊 是吧 当然都会被雷倒 但是你们觉得雷倒 你们也是 他们会觉得雷倒 另一方面会觉得刚好玩 能够接受 是吧 能够很多能力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 确实大家觉得一种审美化的识化 就是它完全进入了一种审美的一个境界 那么 最后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是要意义 要价值 要正确 现在人家讲的话呢 你不在乎它正确不正确 首先要好玩 是吧 你讲的话不好玩 这就不行 是吧 它要好玩 那么要有快感 是吧 要娱乐 所以就说 娱乐至死 是吧 这个 尼尔波斯版 大家知道 娱乐至死 是吧 当然那个话说了 有点恐怖 娱乐也不一定要死 是吧 就是 这为什么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其实是蛮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尼采 他虽然说 他的那种是 尼采的思想当中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就是 一方面是九神 第二 尼书四的精神 审美 只有感性 只有审美 才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 一切都要回到神美的问题上 当然那方面 尼采有超人的思想 但是后来 能不能认为 这个 唯一之论 这本书是到那里面变得 那里面的思想不能代表 这个尼采的思想 但是尼采有超人的思想 这是 这个问题 第一方面 他批驳这个默论 一个是超人 一个历史的中间 一个默论 默论是一个什么样的 所以咱们去看一看福克亚马的历史的中间 就到那个时候 日本 文化非常优雅 茶道 茶荒 是吧 然后这个 有非常良好的教育 生活非常安逸和付出 那么确实 我们到了一个审美的时代之后 我们不再有意义 不再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 在现代的时代 你必须认真 你稍微不谨慎 脑袋落地 是吧 五花大榜 判十五年徒刑 是不是 对 在后现代时代 没有关系 你现在 其实拿一个毛鸡像 当然 我们也不主张 是吧 当然要马船跟他吊起来 最多老师批评你一下 是吧 写一个检讨两事 在过去 你这样掉脑袋的老兄 这不是开玩笑 是不是 所以就说 在今天 他因为民主了 他因为开明 是吧 那么 大家的生活的道路 非常宽阔 党爱人民 人民爱党 是吧 给大家 非常大的 这种生活的努力 就是 你经常就很 把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变成女生了 你就不那么认真 你不那么较真 谁说什么 你不那么较真 所以 他没有一种意义的绝对值 他不追求意义的绝对值 他一切都可以在相对的意义上 他得到一种 得到一种 重新内容证实 甚至是 意义会被消极 没有终极观 没有终极价值 没有绝对的立场 和绝对的界限 那么这些 我们可以讨论 怎么 怎么才那个 好吧 关于理则后的问题 我不多讨论 我这个会听到 网上去 那么当时有个政绩窍 他借助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封 这个 他对形象思维的 又做了一个痛斥 那么 他有写过一篇很厉害的文章 就是 把形象思维来看成 反马克思主义的 就认为形象思维 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 但是呢 正继跳也想不到 其实毛泽东呢 他肯定形象思维 毛泽东1965年7月 他给陈毅写了人物信 他肯定的是要用形象思维 但这幅信呢 直到1978年 医院才有词刊发表 所以20年代 出了关于新象思维的讨论 是受毛泽东这幅信的影响 大家可以做一下 关于美学讨论 这个呢 我会贴到网上去 大家注意到 当时的四大派的美学观点 第一个是朱光潜的 美赛主客观讨议说 是1956年12月底 还发表的 这不会是12月底 是文艺报的第12期 应该是6月的 当初是半月看 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 还有他1957年发表的 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大家注意 主观潜说 美是主客观的统一 具体 我这里不解释了 那么第二个是 蔡毅的美赛客观说 他有一篇论文叫做 评论实力者的美学 那么朱光潜就是我们百大西语系的教授 蔡毅也在百大读过书 读过预科 后来转到别的学校去了 那么 吕银高尔泰 美在主观说 吕银的美学问题 他是53年就发表这篇文章 后来有一本书是美学书怀 但是他美学问题提出美是主观的 这个是53年 高尔泰有论美 1957年 所以吕银和高尔泰 是两个非常极端的另类 因为中官潜的一直在批判自己 他本来说美是主观的 那么后来为了接近马拉斯主义 所以他说美是主观的同意 但是所有人批判他 认为他还是资产阶级主观维新主义 但是吕银和高尔泰 这两个人呢 居然这个名目张张的 主张美是主观的 那么吕银呢 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有个性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1955年 当时7月份的时候 开过一次做协的代表大会 就宣布当时周扬 郭沫洛宣布这个 这个 胡锋已经是法国民集团了 吕银当时跑到那个主席台上去 坐在郭沫洛和周扬的中间 他说胡锋 不能说是法国民集团 他只是唯一的论识问题 他话还没有说完 上个人就高红 打了我这个吕银 打到法国的吕银 吕银当时就被压下去 就在那个时候 大家想一想 1955年那场会 当时有700多人 所有人的鼓掌 所有人的举手 赞成把胡锋打成法国集团 是吧 都高呼这个口号 打了胡锋 那么只有吕银 跳到他这些台上去 对胡锋辩护 那么这样的人 在当时 他知道这个后果 所以他马上被软禁起来 而且他跟胡锋关系密切 他1937年就认识胡锋 从那之后 跟胡锋非常关系 很明显 经常跑我们家里去 但是非常奇怪一点 就胡锋反革命集团里面 去了没有吕银的名字 反正没有他的名字 也就罢了 是吧 反正都避失为虎不及 他还要跑到台上去 一方变过 所以主张美式主观的 这样的人 都是非常 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这个高尔泰 也主张美式主观说 高尔泰 原来在甘肃的一个 高中的教美术 那么50年代 他其实也是很年轻的 二十几岁 写了这个论美 他主张美式主观 他觉得这个 因为他画画也画得很好 那么高尔泰呢 后来也打成右派 高尔泰打成右派 高尔泰呢 八十年代 他有一个时候叫论美 是自由的 那么我们在八十年代 非常的崇拜他 高尔泰呢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就李泽厚对高尔泰的 非常不以为了 那么 不断的 我对李泽厚现在 是非常非常的镇静 但是对 他对高尔泰的 那么一个态度和评价上 在一直让我感到 感到 难以论统 难以论统 我觉得高尔泰的 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 知识分子 非常有文革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 这个 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不是有更具体的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高尔泰曾经借用在 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是不是应该在那里 他们有接下来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高尔泰后来把 这个 当时哲学所的美学教育师 主任陈一啊 陈一先生 这是我们的老前辈老 把他的女儿 当时比他小了二十几岁 和他这个 产生了这个革命的友谊 是不是 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 对来有看法 我不知道 我还是不知道 但是我想象不出 会有别的问题 可能 可能这个 学术 学术可能还是学术的见解 这些 这些不知道 高尔泰在发生年代 其实耳朵已经聋了 耳朵 每一次开会的 你会发现有一个人 端一把凳子 坐在这个 讲台上边 他一把数着耳朵 在凑近你来听 就比如说这样开大会 他要端一把凳子 坐到主席台上来 他要来听 因为他耳朵已经聋了 后来这个1989 他被关起来 在南京大学 作为犯革命三分罪 他被关起来 关了一两年 后来才放出去 那么92年 或93年 跑到香港 从香港跑到美国 现在在美国 那么他写了 当时在94年 95年以后 在今天上连载 寻找家园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 可以看看寻找家园 寻找家园 好像花城出版社里 有出这书 但是是被删解了 应该被删解了 不少我想 我读了那个 那个散文 我觉得是 中国20世纪 最好的散文 我觉得我把它 推为最好的散文 寻找家园 我那个时候 是在德国读的 德国读我的读 那个今天 1995年 96年 德国读过 那个寻找家园 我当时 确实读得 我论了一种话 我读得非常感动 但是大多版本 我没有见过 因为我觉得 一直追踪着 读他那个书 我当时的印象 冲击力非常大 我觉得高尔泰 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 这种遭遇 也写出了他 对家乡的那种记忆 我觉得 那个文章是 写得非常好 我推回20世纪 至少来说 我可能这样说 有点太过分 我觉得是最好的 最重要的 基本散文著作之一 那么第四个是 李泽厚的美德客观社会属性 那么关于李泽厚的 这个观点 他当然后来在80年代 是如日如天的 我们后面有机会 再讨论他 关于这几个问题 大家 后来随后 1956年之后 就发生了反应 这个问题不多 那么多